HELLO, 各位, 繼續是鹹輝的頻道 上一條影片就跟你們去蕾灣路的蕾灣花市看一看 因為已經快過年了, 就不要讓它停了 繼續去看看花市 地點在蕾灣這裡 我們來到蕾灣湖公園 去看看響御全國的廣州水上花市 蕾灣湖過去蕾灣路, 其實就是一公里多些 巴士就兩三個站, 說遠不遠, 說近不近 所以其實是可以一次過去看兩個花市 但要記住, 水上花市只是開早, 晚上是沒有的 就是一定要白天過夜 最好就是早上時過來 還有, 水上花市也是一樣 和旁邊的蕾灣路花市 都是開到二三十的 那什麼是水上花市呢? 其實都說得很明白 就是在那些小艇上賣花 因為以前的盆堂 這裡是很多蛙蛙蛙蛙蛙的水道 這一帶就叫做蕾灣 蕾灣的盆堂 舊時過年的時候 那些艇家就會 撐著小艇賣花 但是, 岸上面的人 就會在上面看花和付錢 模式和家下是差不多的 但是以前在艇上的人 就穿得比較樸素 家下在艇上的人 都是靚仔靚女 穿得靚一靚的樣子 再加上水上花市 那些靚仔靚女 在岸邊 都會和觀眾互動一下 互動完之後 他們就會開始在蕾灣戶上 我已經在這裡 已經看了一個小時 除了氣台那邊 不會去外 基本上都會去 範圍都很大 而且你在岸邊 跟你們說買花 他們又真的會 撐著小艇賣給你 你又或者 可以踩一下 在蕾灣湖公園那些 水上單車 過去屋面 跟他們在一起 其實真的挺有趣的 這樣 當那些 艇上的靚仔靚女 繞到差不多 就會上岸邊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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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繼續 下去繞 這個 就是石頭的 水上花市 流程 蕾灣湖這邊 除了水上花市 還有其他地方 就肯定有 因為蕾灣湖也是蕾芝灣的一部份 還有 做得花市 就快過年 整個蕾芝灣 都撿得漂亮一漂亮 你一站到龍津路 就可以即時拍到漂亮的照片 是的 真的有一件事 如果你是去看水上花市 千萬不要在龍津橋底 繞過去 要用蕾灣湖公園 正本那裡 雖然這條橋 也在正本隔 但是 如果你是 繞去看水上花市 在橋底 要走很多路 那 我們繼續說蕾芝灣 怎樣撿得漂亮一漂亮 一眼看完 那些樹 都掛了燈籠 顯得氣氛又喜慶又熱鬧 那些燈籠 晚上是會亮燈的 挺漂亮的 可惜的是 其實這幾天都是好天的 天灰蒙蒙的樣子 如果是上一年春節 這麼好天 即是有藍天白藍 那你在蕾芝灣這裡 那些樹又多 然後又掛著燈籠 天有藍 其實真的 十分之漂亮 而且整個公園 你基本上看到的地方 都會有些花在這裡 草坪啊 樹底啊 都種了花在這裡 真是美在花城 十分之誇張 那些假山啊 涼亭啊 即是那些石垃圾 都會種了一些 杜鵑 顯得是 很有思念 所以過年 你們來到廣州 其實真的 希望我去蕾芝灣這裡 走一下 因為這裡 其實除了 過年前的花市 還有很多東西看的 因為永慶坊 也在這裡 當然 到初一 這邊有很多人 那些人去完永慶坊 基本上 要摩上下九 要摩會來這裡 有些人會兩邊一起去 好了 今次分享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 拜拜